最後的話就可以得到主要是這個 這樣的年把它改成區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刪除 然後會多增加一個區 再來就是一樣 我們要多增加一個叫各區比例圖 所以之前的做法 如果我們人工的作業 以前是油標放這邊 然後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按確定之後的話 之前是年 現在多一個區 所以你把區拖拉到列 可是如果路式聚齊的話 一樣是要先遲 然後再把它拖到列 這樣就出來了 頂多跟之前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希望最後排序一下 因為我主要是希望 那個數量比較高的 因為哪邊治安不好 就是它數量切拉鍵最多的 然後把它排序一下 所以按照B欄這邊排序 排序的話 你油標記得一定要放在這個底下 B3底下 所以我放在B4 然後呢 再按下資料裡面的Z到A Z到A的話 就是大到小把它排序一下 有沒有這樣把它看得出來 第一名應該是中山區 然後第二名的話 第二名四頂 四頂好像也比較 反而萬華區好像 我還以為 之前同學說 萬華區應該是第一名 結果沒有 萬華居然是第三名 好像還好 那自然好像最好的就是大同區了 有沒有 大同區我記得好像應該在萬華區隔壁而已 就那個大道城那附近 可是為什麼它的切拉鍵比較少 好像附近 感覺其實都還蠻像的 有點像老老社區 而且 大道城那邊好像也是古色古鄉的 敵化間在附近 可是為什麼它的 治安會比其他地方來得好 我也不太知道 不過感覺好像 那附近好像大家 互相都有認識的感覺 因為那邊好像整個社區營造的 做得蠻好的 附近好像大家都會互相聯繫 所以如果 你家有出遠門的話 可能鄰居大家都會知道 所以如果出遠門大家都知道 那表示應該 互相都會照應一下 那小偷應該比較不容易下手 OK 所以反而那個 中山區應該也不意外 因為那附近好像 每天都有新聞 好像剛剛看新聞 還有一個什麼 也是什麼酒店什麼 又殺來殺去的 然後 什麼什麼 看到他 什麼老婆跟兩個男 算了 然後最後好像吃醋就被殺死了 OK 剛剛的新聞 OK 就像剛剛中山區那一 那第一個 我們就已經把這個做出來 第二個就是把這個圖給畫出來 所以畫圖的話 一樣樞紐分析圖 那圖的部分 那我們就不要用摺線圖 我們用那個圓形圖好了 那圓形圖一樣 所以待會你錄製那個圓形圖 其實大概原則上 用就是同樣的方法 你就找到圓形圖 按確定就可以了 只是說呢 大小跟位置不要調 可是我希望有個地方可以調 什麼地方 就是它的這個叫圖力有沒有 你如果看這個顏色要對應到 它的那個哪個部分 其實說真的 比較不好聊 因為這個顏色好像很多都接近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直接乾脆幫我把這個圖 上面直接幫我標一下 標什麼 標那個哪一區 然後可能它的數量或比例 比例好了 因為這個圓形圖 比較適合拿來呈現 哪個比例的多寡 比例多的比例少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 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個新增標籤 用那個圖說文字好像最簡單 圖說文字就有了 然後把這個圖力拿掉 圖力拿掉的話就是這個 這邊打勾取消 有沒有這樣就 那其他的這個什麼呢 位置寬跟高 我們用程式解決 那標題的話呢 我們也用程式解決 這樣子就簡單的 所以呢 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把剛剛的動作 也一樣變成一個按鈕 然後最後這邊也一樣把它改成 叫各區比例圖的話 那怎麼做 OK 所以 那當然如果之前寫過的 是不是能夠直接拿來改 如果直接改OK 那我就不用重錄了 可是如果不行的話 那不然你乾脆重新錄製 再來改 其實也OK 所以一樣 我們分兩個好了 我們乾脆重新錄製好了 你們再比較一下 我把它刪掉一下 所以我們開始要來錄製了 所以開發人員裡面錄製劇 然後這邊的話叫做 之前要樞紐錶 所以我就樞紐錶 那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我就加一個底線 底線區好了 也這樣 當成區格 好 這樣子 所以我把剛剛的動作 先錄製樞紐錶 再錄製樞紐圖 然後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OK了 這個跟上個禮拜做法 其實 滿類似的 只是說 我們換一個欄位 按確定 好 接下來就開始了 插入樞紐分析表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就把區拖到列 再把區拖到 拖到值再拖到列 然後再來優標放這邊 把它排序一下 資料 然後立到A排序一下 OK 結束了 然後把它停止錄製 再看一下剛剛錄下來的東西 那怎麼看 一樣 聚集裡面 看到有沒有樞紐表底線 有嗎 所以按編輯 它會跳到Visual Basic 這邊就有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 好像跟之前的問題 其實也差不多 你會發現 它一樣第一行是 shoot.add 就是這個 然後呢 一樣的問題 工作表5 驚嘆號 第一個 請你把它delete掉 反正 add的下面這一行 這個你可以看到應該是什麼 叫做 Active Workbook 就是目前的工作部 裡面的那個叫Pyread 樞紐的catch create 所以它是一個快取 也就是說它裡面 它先幫你產生一個是快取區 當然你要放哪裡 我們是放的是那個 這個工作表delete掉 工作表5 驚嘆號 拿掉 然後呢 還有就是版本 可能要把它去掉 不然換個電腦 可能會不能work dote.version 跟dote.defaultversion 等於多少 把它delete掉 好 那其他還有這個把它刪掉 這個好像之前都做過了 然後 那當然你如果要做個註解 你就上面自己要加一個註解吧 第一個是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 這個應該是 拖拉到 直吧 這個直 然後這邊 這個應該是拖拉到列 3 然後再來就排序 排序的話呢 就是這個 第四個 所以你會發現 游標我是放b4 有沒有 然後再 在z到a 排序 那 這個就ok了 其他我看一下 runrun看好了 我們先run一下 所以這個把它刪掉 那我改完之後 我再run一下 看到不ok 有沒有 ok 只是這個名稱沒變 所以最後還多一行 還記得吧 我會在新增的下面 把這個名稱改成叫 各區比例圖 記得怎麼寫吧 這個蠻重要的 所以我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把它記一下 叫Active Active 目前活動的 那個工作表 它的名稱 點內 叫做 各區比例圖 不對 各區比例圖 比例圖 好 這樣ok了 那把這個給刪掉 這個先 就是這一行 這個好像我們前面有 做過一樣的事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就 其他註解自己再加一下 ok 好了之後的話 我們把它run一下 所以run完之後 可以看到 這邊就多了一個什麼 各區比例圖 然後呢 剛剛的這個樞紐表也出現了 ok 所以 剛剛我是 錄製完之後 然後 加這個啦 然後3好像就3 這個 rc r3ce 前面 工作表名稱 還有version 版本的部分 其他好像就都沒動 頂多只是註解自己加一下 好 試一下 先把那個 樞紐表底線區 試著錄製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制製 齒 好 其實 很適合 口